好,Appraisal Process在這裏,我們記得整個Appraisal Method,我們就有三個,Market Approach,跟著就是Comparison,記得, 那它就是負責Resident做的,第二個就是Income Approach,除Cap等於Value,這個就叫Income Approach, 這個呢,我們是專門做Commercial,或者是有錢收的,所以就是有Rental,有Rental收入的,第三個就是一些Unique的屋,包括City Hall,有一個字我們叫Amenity,Amenity就是說可以休閒地方,公園那些,娛樂場所,原來Amen這個字,就是由愛、開心這個Amenity這個字,到來, 所以逢是那些娛樂場所啊,休閒地方啊,即是說沒得賣的那些地方,那我們就用Course Approach Course Approach,我們記得有一個叫Reproduction Approach,以及Replacement Approach,三個Approach就搞定了 這裏呢,首先呢,首先呢,我們看一個第一個步驟,它呢,要Define a Problem先的,什麼叫Define a Problem呢? 就是,就是說呢,現在有一間屋給你的時候呢,你呢,要掃湊那間屋,說那一棟牆爛,Foundation是好,不是,賺的那間屋,兩個就是Poach,一個呢,就說,哎呀,你那間屋,Martha Stewart住過啊,Michael Jackson住過啊,這些我們一句都不聽,我只是說,Michael Jackson在那裡吸毒過,Martha Stewart坐過牢, Define 一定是個Program,於是呢,Preliminary Survey and Appatial Plan,跟著就說了,如果我猜,我是用哪個Approach Define Data Program,我就去拿料了,拿料呢,我們分開兩種料,General和Specific 為什麼,原來General和Specific這個字呢,是Law Term來的,General是對人不對屋,Specific是對屋不對人 所以呢,General呢,就說,拿外面Market的資料咯,例如說,人口多少,交通多少,地址多少,旁邊的屋幾錢 Specific呢,就是拿剛才那個什麼,屋裡面的Description咯,你那裡是幾個Squade Food,你那裡有幾多個Garage,幾多個房 好了,跟著,General,Specific,講了之後呢,Data Classification,就分析了,那去了分析之後呢,我們就用三個Approach,哪個Approach 那麼,三個Approach都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出來,但是呢,說真的,我們就是Residential,用Market 有Income的,用Income Approach,不是這兩個的,就是用Cost Approach 好了,跟著呢,Reconciliation,就在這裡做了,我們是用這個字,Recconcile這個字,不要用Thinking,不要用Separation Recconcile,換句話說,是三個,分析了之後選其一,用一些深的字,得出一個Final Estimate of Value Opinion of Value,記得就不是叫做得出一個Final Price,No 我們記得股價師是出一個叫做Value Opinion of Value 是啦,而Value這個字呢,是Objective的,是客觀的 一個人,他呢,要跟另一個人,保持這個Arm,他的Arm,這個是他的Arm 要保持這個距離了,那他的時候,大家就有功和平,因為這個是平的嘛 嗯,但是如果他不是,沒有了這個Arm Name,NonArm Name的時候,那呢,就人 人,人,那,那就變成C,雙壽壽,嗯 嗯,那我來講一講,Property Inspector,其實呢,他只是做一樣東西,是Inspect,看 所以呢,他是會講那些Building,那些Framing,好像我現在看,你看那本書,Functional Utility 我們要認識這些字 Layout 但Layout他只不過說 去數他的problem 他只是出一個叫property inspection report 你幫我揭替另一個page 他講的problem 例如room size 他就去量度 但applicer都會量度 跟著說room count 我們經紀都看到 property inspection看foundation 於是他只會說foundation是好還是不好 跟著第二頁 slap on grade 你看這些全部都是說construction 所以property inspection 很多時候 都是熟那些contractor 那些東西的 例如contractor 我們有分A license B license C license B就是general C就是分家出來的specific C11是電 水電 那些 pumming 那些 就算我們做個sign 在一個舖位那裏做個signage 都要自己考一個牌的 好 跟著你再轉 這些字 我們其實很多 這一課的字 我們只聽過就可以了 不用死記 因為他那些題目 是未必會見到 roofing 就是 那間屋 那個roof 是怎樣 但我們這個 我們要記得是heap heap是多少個 多少面斜 四面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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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ble呢 就二面斜 這裡盡量 h v ac 我第一年考 是錯了這條 第一次考 heeting是熱 ventilation 就是 抽 Hal ac AC其實是AIR CONDITIONING 冷的 所以呢 熱 中間 和冷 HIT 全個叫HAC 我就搞錯了這個 這支EFFICIONS 就知道它是要 受熱 可以受熱 它就有一個叫BTU British Dermal Unit 就知道是 做一磅水 高一度 一加卵水高一度 所需要的熱能 就是升至為BTU的單位 但Energy EFFICIONS 就還有一個RV 下面那裏 RV就是 現在有 現在 石棉 那它呢 如果熱 是 100度 不要說10度 這裏呢 是出來出來1度 那它就減了9度 嗯 那這個呢 就是它的RV是多少 即它可以隔熱 insulation value 你看一下 The rating that the measure How well 那件事 How well 那件事 insulate ALT C-L-T-A C-L-T-A California Land Title Association 這個呢 就是我們買一個保險 那個叫Title的保險 Title Insurance 這隻我們要記的呢 就是Standard 即是說是 是很Basic的東西來的 那它呢 是說 在這個 屋裏面 我們說的 只是它的Title Title的保險來的 火災 不習慣的 它被人燒了 這個保險不包的 它有車撞過去 這個是Auto的車保險來的 都不包的 只不過是當它做買賣過戶的時候 做Transfer 做Convey 做Alienation 做Alienation 那個時候 買賣過戶那個時候 我們想Make sure 那個Basic買的東西呢 是 對Title的 即是說 那個屋主 是真是 真有其人的 不是假作出來的 所以做好保險 安全一點 其實有少少都是 吵吵吵吵吵 但是呢 有了這些東西 更加美國 就有法可依 好了 它大概一個Title Insurance 通常300至500元 也是 Residential Commercial是一千元 但是呢 如果 那些銀行呢 借錢給你呢 它就會叫你買一個 叫做 American Land Title Association 那這個什麼叫 ALTA呢 只有兩隻而已 所以你記得 什麼叫 American Land Title Association 就是 叫做 Extended 那些銀行 所以就 逼人呢 要給多些錢 買一個 extended 是extended 就是在Title上面 如果有一些 unrecorded的 領域 你要記住這個字 即是說 所有這些東西呢 我們是 go by the book record了的才算 但是有時候呢 有些東西呢 是沒有 go by the book 是沒有登記到的 如果買ALTA的話呢 Title公司 即是這個Association 即是Title Insurance公司 一樣要照賠 但是賠什麼呢 又不是賠整間屋 只不過是賠裡面 欠了那些錢而已嘛 那所以 買unregarded lien 和買physical 你要記這個字就可以了 什麼叫physical呢 就即是說 然後呢 有一間屋 他呢 那個fans呢 買回來的時候呢 以為這個fans是這麼多 但是 怎知道呢 過了一年之後 十年 無所謂的 好久都可以的 他才發現原來 他的屋不是這麼小的 他的屋應該是大 好Q多的 這麼多的 假設應該是來到這裡 好Q多的 於是呢 他就說了 喂大哥 我這裡這麼多地 這些地是我 那因為他買extended 所以他查回 原來真的搞錯了 他這裡的任何錢呢 的東西呢 給回去 總是哪有claim 是啊 那些Title 那當然呢 那些insurance在哪裡claim 例如說 為什麼會這樣搞錯 為什麼他是這樣做 那麼 拿了indemnity 跟著Title公司 就告那個人 indemnity 這個字呢 也是要學的 indem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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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呢 叫做一層一層 這樣疊著 拿那個責任 當Title公司 賠了錢給他那時候呢 他就不能再向第三者 作償錢了 Title公司呢 就有權去追 對那個人的任何所有錢 還可以多些 這個呢 就稱之為indemnity 這樣呢 這裡呢 記得就是說 unrecorded的 lien 是包括什麼呢 解説Title過了戶的時候 有人 突然之間就說 哎 原來呢 上手的buy 上手你那間屋的屋主 是欠我多少錢 多少錢的 那為什麼你不登記啊 我沒有登記啊 我不知道 那麼呢 如果是買了ALTA 這件事呢 都包 我沒問題啦 賠給你啦 就是說他 他先賠給你 然後他再追回那個錢 是啦 但是如果他是買CLTA的時候呢 便宜一點 那麼呢 那個unrecorded的 lien 就沒有錢賠了 因為他沒有record到 那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那些銀行借這麼大筆錢給你呢 他就怎麼都要逼著你 是buy啊 花多少錢呢 讓他多些保障 他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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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沒錯啦 Narrative 首先呢 它是short form 那麼 它的相反字呢 叫Narrative Narrative呢 其實就是說很多 很多口水 因為Narrative這個字呢 其實就是好像nasal啊 鼻啊 以鼻喉的課呢 即是很長氣沉氣 Narrative這個字就是 逢是一個做電影 他有那個講稿 那個講稿就叫Narrative 所以Narrative report呢 就是一份長氣沉氣的報告 他就是編技能 所以那可以說 他也其他幹柄 他跟他來講 他很難以置信 但是 他總是 再現獨Det